我就會跟我媽告狀說 啊我弟都沒洗澡啊之類的 哈囉大家好 最近是第二集的Vlog 那這一隻呢是青蛙的弟弟叫做小小蛙 是我的一個朋友送給我的 那在我身後呢 這一個白色的建築物 跟我上次跟大家提到的一個 小秘密有很大的關聯 只是我覺得 我還是下一個禮拜再告訴大家好了 大家再等我一個禮拜喔 那上一次有問大家說 欸你們跟以色列之間的感動是怎麼開始的嗎 從《情有獨鐘》第11集 透過蕭芬姐的分享 我們知道她個人的旅程是從禱告店開始 然後神開啟了她對列國 以及以色列的這份感動和看見 那我看網友們的留言 我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跟我自己是蠻不一樣的 那我是蠻想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旅程是怎麼開始的 但我覺得我可能今天講話會講得不夠好 所以我下個禮拜再跟大家分享 但這個禮拜的話我想要預告一下 下一集的《情有獨鐘》是關於說 為什麼耶路撒冷那麼重要 你們覺得耶路撒冷為什麼那麼重要呢 其實作為基督徒的話 從小我們看聖經就會看到耶路撒冷 然後在教會長大的話 更是知道說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要為以色列祝福 因為神像亞伯拉罕立約的時候 就是跟他說 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 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 所以這是神的一個邏輯和法則 但不知道大家聽到這樣子一個法則的時候 你們心裡的感受是怎麼樣 你們會不會覺得說 為什麼就一定要是以色列人一定是要猶太人的後代 難道不能說是我們嗎 為什麼他們一定要透過他們 好像有一種不公平的一種地位的身份的差異 所以我推薦大家去聽那一集 其實在跟那個我們的講者在互動的時候 我是比較照著一般我們年輕人可能會有的想法 去跟受訪者去做互動 我自己反而其實我沒有那麼大的烫居感 因為我在家裡我排行是老二 我上面一個哥哥我下面一個弟弟 然後從小就覺得當老二蠻好的 因為家裡的事情基本上 男生可以做的就是我哥去做 那如果再需要一個男生我還有一個弟弟 所以我自己還蠻享受當老二的這個身份 我也不會覺得不好 然後也不會覺得說 好像長子就比較厲害什麼 但我也不是不尊重我哥啦 也不是這樣說 所以我就覺得說 因為家庭一定會有不一樣的成員 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角色 那長子有長子該做的事情 也有他被看中的部分 那我們是不一樣的身份 當女兒的話就是當女兒的角色 所以我還發現就是當我們用西伯來文來看 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這個求的動詞 它不只是說是好像苦苦哀求那樣子 而是還有就是求問的那種 好像我想要知道 關於這個人或這個地方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說耶路撒冷我們都知道 它是一個有很多的政治衝突 宗教衝突的一個地方 它很像就是一個家庭的一個放大版的縮影 只有猶太民族 他整個不好的歷史 或者說是他曾經跟神在那邊的感情的歷史 這麼完整的被世界知道嗎 沒有其他一個民族 這麼赤裸裸的把所有的過去都和不堪都成列在眾人的面前 只有以色列是這樣嗎 所以當我們知道他這些狀況的時候 其實尤其像是我剛看新聞又說到 說極端正統派有的人跟警察之間的衝突 我自己的個性比較不會是想要把所有不好的事情都攤在檯面上講 因為其實除非你知道你聽的人是能夠為他站立 為他禱告 那不然我覺得沒有太大意義 那基本上就是極端正統派有他人跟警察衝突 然後就是有些示威然後傷害警察 然後甚至燒了一輛巴士 就不知道怎麼會有這樣可怕的事情發生 但巴士四季是沒有事啦 那我覺得當我們為耶路撒冷求平安的時候 我們並不是站在一種好像他不好 所以我需要我的父親知道他有多麼不好然後來處罰他 我覺得真是因為我們是一家人 所以當我們關心他的境況 我們知道怎麼樣子來祝福他為他禱告的時候 這一份神的邏輯才能夠透過因為我們祝福以色列的緣故神 來祝福我們在這個原則裡面 那我分享一個小故事好了 就想當因為我跟我弟弟他差六歲嘛 那我媽媽在我小時候時候常不在家 然後他好不容易回來就過一兩個月回來的時候 我就會跟我媽告狀說我弟都沒洗澡啊之類的 那其實我那時候也很小我也就小學而已 那我媽她不會生我的氣 但她也不會罵我弟 那我當時我當然會不理解啊 就是你怎麼會不要求他 但其實對於一個母親來講 那更美的事情是他會希望當他不在 他沒有辦法照顧他的小兒子的時候 他的女兒他的小姐姐 可以去幫助這位弟弟 讓他的需求可以被滿足 那我覺得這就是 我們為什麼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的緣故 並不是因為今天的以色列好或不好 而是因為有這樣子的一位天父 他用那種至死不渝的愛愛這個民族 那他同樣也是希望我們用一樣的愛 從他而來領受的愛去愛這個民族 幫助這個民族 在他們的需要上與他們一同站立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聽我們接下來 關於為什麼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的那一集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也推薦給你們的朋友 在Spotify和在SoundOn上面都可以聽到 那之後也會在Apple Podcast上面可以聽到 好 就這樣囉 謝謝大家 我要去收手機了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